哈喽大家,以前我总是说好久不见,但这次很快就见面了对不对 这期视频是承诺已久的包包合集 看过之前视频的同学可能会有印象,我测评过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包包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十二只包真的算是百里挑一了 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大家都没有在七大补助的视频里见过 他们有的已经用了超过十年,至今还是经典 我相信再用十年会更历久彼心 开始之前再插播一则预告 下期是我们频道的年度视频,黑五折扣攻略 作为可以直接对话电商及品牌的行业从业人员 我已经获知了各大商家的黑五折扣力度和开始时间 也为大家提前总结了最高效的购买策略 欢迎大家借时收看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只包包是这一只BB的卡带包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只与常见的平皮不同 是比较少见的油蜡皮 其实因为它是男款 我自己更喜欢油蜡皮的皮质 其实是要跟我随性散布 我们使用上也跟我轻便 这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肩带的可调节度非常高 常规的单肩或者鞋块我就不多介绍了 额外的我自己还喜欢用它当背包 把它背在身后,简放双手的同时 胸前的交叉背带也能打破秋冬搭配的沉嫩感 另外还可以像这样 把肩带在内部绕一下 就可以悬掉着背 更显洒脱衣机 另外它还内附了同色系的内袋可以拆卸 这样就让收纳和换包都更加方便 而且油蜡皮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越用越油亮 所以用得越久 它随性和复古的气质会更浓郁 搭配方面呢 我平时会搭配比较随性的基础款单品 像这种衬衣剪裁的羊毛外套 男孩子气的风格配上明亮的颜色 松弛又有上脸感 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支 银扣珍珠灰的mini lindy 爱马仕比较热门的灰色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珍珠灰 因为它的色调既不偏冷也不偏暖 所以反过来冷暖都能搭配 所以今天我特地穿了一件最花的毛衣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跟任何颜色放在一起都舒服 mini虽然是最小的size 但是跟其他更大的尺寸相比 结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越是小巧 对工艺的要求就越高 它的结构特别实用 内袋和侧袋可以放卡和小票 而且肚子的容量特别大 放了手机几乎不占任何空间 出面鞋块上身特别省手 而且它的自重特别轻 所以它真的是那种非常难得的 又贵又使用好杯的包 另外关于爱马仕 很多人都执着于金扣 但是有一些颜色配金扣 其实并不好看 比如珍珠灰 VIP们special order的时候 都会选用银扣 更轻能凛冽 不张扬 但气质端庄 不用轻使 我觉得这只就好像是那种 虽然不是第一眼美人 但是再开十年 一样也不会腻 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款包 下面的这一只呢 是HERU的花碎宝 HERU是来自西班牙的手工品质品牌 之前夏天一直在穿的 玛丽珍也是他们家的 几次尾勾之后 我发现它的皮质和做工 真的非常值得新来 花碎形状的编织手柄 环绕了整个包身 360度都看得见花碎 它是小羊皮制成 所以皮质特别的细腻柔软 胖努努的造型也很有面包感 非常软萌可爱 写块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把它背的靠前一点 搭配基础款的上衣 包包的整体造型感 就可以成为整套的亮点 手提的时候 我会习惯编织的花碎像蛙 它跟秋冬的针织版品特别配 像这样手柄就跟我身上的 矫画毛衣形成了呼应 而且它奶奶的白色 跟我身上其他的浅色单品呼应 就更显得甜美干净 所以这只虽然是只白色的小包 但是它用在四季都是百搭的 下面的这只Celine 大家可能觉得不太眼熟 但是它来头可大了 它的名字叫Tapback 是2018年Celine的春夏款 也是Faby Fellow在Celine的收官之作 由于是收官之作 所以细节也特别考究 总心是做旧质感的 走线和印字也一如既往的细致高级 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 但是历久弥新 也是非常难得的收藏价值和日常搭配度都能坚固的款式 作为内外全皮 切五斤烤修的功能包 它自重真的还有点重 所以如果买不到的大家 也不用特别遗憾 或者一定要去买中古款 比起之前那些细出名闻的包包 下面的这一只就显得平易惊人多了 在Duelab或者关注我微博的小伙伴 一定知道 我整个夏天几乎所有的搭配都在背这个Longsham网兜 不同于外婆用的那种又刮手又擂肩膀的尼龙绳网兜 这只包体是非常柔软的绵线变质 又细腻又轻便 而且超级柔软 同时呢Longsham的肩带舒适度是公认的好 所以这只上身真的好像没有背包一样轻松舒适 而且因为网本身是没有固定的形态的 所以它的容量也可以无限增大 很多时候我日常出门临时决定去买菜都没有在怕的 夏天的时候呢 我就用它来搭配比较轻薄的T恤和衬衣 要秋冬 像这样搭配有体积感的毛衣和外套 我觉得都是合理 而且很有强调的 这种本来就已经是复古回潮类的单品 可是我觉得再为10年也不会腻的那种包 下面的这一只不需要多介绍 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凯旋门夜下包 春夏还是一包难求的时候我就入手了 现在已经是秋冬 但我依然爱不失手 那自带贵起 但是不这样压迫 用它来搭配最简单基础款的时候 不会让人觉得你不懂搭配 反而给人低调 但气场强大的感觉 因为夜下包飞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凯旋门的金扣的作用 就好比一个胸招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配饰 搭配最简单的基础款 也好像把死令穿在身上的感觉 它在秋冬搭配里 还有附加价值 比如我现在身上这种 上下都宽松的 无腰线的55身穿搭 我自己就会选一个夜下包 制造出腰线就在腰下的错觉 可以一键提升精气神 另外今年是凯旋门logo问世的50周年 我觉得这种经过时间沉淀的设计 会更耐看也更长久 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物美价廉的皮具护理产品 一套也不过实际的 操作也特别简单 擦过的包油油亮亮的 用到成为中古款 也能重色超好 下面这支呢是YSL的Mahatton 它作为人质的身份应该是Kellie的品体 YSL的包一直以来 晶莹感都非常强 气场强大 也比较有攻击性 我会用它的规整来平衡很多 气质特别松弛的单品 我还试着用它来搭配这个 复古大色块的毛衣 我自己觉得还挺有那种 韩剧判定女主的感觉 还有一个薅羊毛的小tip 它的肩带可以拆下来做腰带 腰带扣不是blingbling的金色 而是做旧的黄铜质感 logo的刻字也非常精致 我觉得是比带有YSL字母logo的那块腰带 更有高级感的 而且它也是内外全体 所以它字中和形状都还挺有存在感的 所以我日常使用它的频率 就不会像之前提到的lindy啊 牛角或者是网都那么高 下面的这一支呢是Goyle Tote 这支真的是我日常使用度最高的一支包 它的帆布非常的轻软 而且随意折叠也不会留痕 作为奢侈品包包 可以说是非常不娇气了 基本上是连续用了四五年 到现在甚至都没有太多的使用痕迹 另外呢 这个是我独创的 我觉得它可以反过来背 它就是一支外缝的明线帆布包 而且它的包边做工非常工整 帆包的时候 内部是能露出经典的标志性设计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彰显格调的小心机 它还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适合旅行 因为它可以任意折叠收纳 不占行李空间和重量 这支包包也是那种 入手是一定不会后悔的一支包 下面的这支呢 是罗伊威的 mini Amazon 它其实是罗伊威的第一支现象级的爆款包 而且是早在1975年 我的这支是十年前入手的mini size 它虽然看起来非常小 但真的贼食用 有去farmers market 房间现金啊 硬币啊 一个小卡包 小串钥匙都不在话下 而且像开车 上下车都可以直接挂在身上 不用摘包 我的这支是暗眼蓝配银色的纹金 所以会显得非常清冷令裂 搭配一场比较基础的灰色 或者蓝色这种冷色调的中性色 不会埋没包包 也会让搭配更出彩 我的这支是很多年前的复刻版 它的logo还是老的滑体字 今年罗伊威也复刻了Memasona 所以对它感兴趣的同学 今天可以多留意 下面的这支呢 是Celine的中古款 它是一个马车标的 帆布拼皮的油拆包 马车标是Celine这个品牌 在1966年正式启用的 甚至比凯旋门更早 这款油拆包 其实是Celine Box的前世 而且这支包的细节 真的堪称完美 每个五金配件 都是马车上的不同元素 固定背带的暗扣是马车车轮 背带调节扣是马衔扣 肩背或者鞋胯的时候 金色马衔扣还可以作为装饰 复古的气质 能给整套look增色不少 其实Celine的马车标 在中古店还挺常见的 但是车轮扣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我超级珍惜这支包 下面的这一支呢 是Chanel的小青蛙 听说在国内 也是带热的中古款 这一支其实是一二年的秀长款 我是当年以新包入手的 之前视频里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Chanel的热门款 但是最近几年来 Chanel的包包里边 我最常用的就只有这一支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青蛙 没有太多Chanel的附加千金感 但这种做就感很强的黑银配色 更多的是我更喜欢的俏皮和散脱的气质 我觉得它很像那种90年代 在港产片里古灵精怪女主会背的包 配上Dr. Martens的牛津鞋 算是Chanel很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吧 它的双链条是穿过包包的开口的 所以结构上就很像常规的水桶包 单肩 双肩 鞋跨 或者流浪的背法都合适 不过也正是因为它这个链条的设计 其实开盒真的不算特别方便 追求使用感的同学 我就不推荐大家去买中古款了 最后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a Mea的牛角包 因为牛角真的太红了 红到我怕大家觉得我没心意 所以把它放在视频的最后 但同时呢 它作为我最爱的包包 压轴出厂也足够分量 这支包是小羊皮质地的 所以它的皮质非常柔软细腻 自重甚至比通常的小包还轻 所以上身没有拘束感 拉拉链上的面包感的皮质把手 都是软软糯糯的 我背它的时候经常忍不住要去捏一捏 作为奢侈品品牌 打折的时候700个就能入手 性价比也没得挑 秋冬配色里我比较推荐的是 上期视频里出现的巧克力色 任何秋冬色系的单品都不打价 阳光下也油油亮亮的质感极佳 所以这两个颜色是 牛角的全色系里面 我觉得最适合购买的 真实的内容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大家别忘了下期的大粗攻略 会在下周末准时上线 届时也会有几个重大消息公布 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折扣群 有地方时才不会花冤枉钱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就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